几岁玻璃门后 霹雳小组全副武装进入洗潜水房屋内搜索 压制看门小弟 攻击远警发现监控室竟然还藏有暗门 火速冲下楼歹人 其中刘信祖贤更躲进楼梯储物间 不过还是被办案人员救了出来 警方4月接获报案 有民众遭到诈骗集团以投资股票名义 陆续诈骗了一千多万元 刑事局与台北市警察局因此组成专案小组追查 进而破获这个以黑帮为首的诈骑洗钱集团 初步清查16人受害 受病金额达4368万元 这个诈骑以及洗钱的集团 是由一位留性主刑为首 并由一位具有邦派配警的王姓车手头 来负责指挥旗下其他的车手来提领张团 那么这个王姓车手头 他在收水之后 就会立即的将账款上缴至集团的洗钱碎 以这样的方式来隐秘犯罪所得 那全案在收证完成之后 我们警方展开了两波的查契行动 那首先专案小组在今年的6月9号 前往台北市查获到王姓车手头等三人道案 那么另外在6月14号巡线 又前往台北市的一处洗钱的水房 来查获到刘姓车钱等六人道案 警方在现场不但收出了赌咖啡包 还有知识手枪子弹和棍棒等枪械 原来这个对外自称万华家族的洗钱集团 不只假借水产公司设置水房购买虚拟币 协助诈骗集团洗钱 还涉嫌暴力讨债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违反刑法诈欺 组织犯罪 洗钱防治 毒品危害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监署侦办 后续还要继续追查 斩断黑帮金流 也避免更多人受骗上当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